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斌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六百九十七集 许其安对曹青阳 冲击波掀起青石板 将四周的房屋树木假山等事物 通通吹飞吹倒 形成一个直径超过十米的圆形地带 这个圆形地带里 只有裸露的地面 连铺设的青石都不复存在 丽娜坐在地上大口喘息 右臂无力下垂 整条胳膊包括手掌骨骼全碎 曹青阳甩了甩疼痛的拳头溃探道 单凭气力 立骨步 局势无双 第三关 他看见了一个魁梧的和尚 双手合石而立 面向苦大仇深 看你的样子似乎不退 也想与我过招 子袍盟主笑眯眯的 他旋即打亮了一眼四周 发现周围迷雾笼罩 很容易让人失去方向感 这似乎是迷阵 对于你的战礼没有加成 你连四品都没到 不跑一巴掌拍死你 恒远没有回应 往后退了一步 迷雾立刻游动将他吞噬 几秒钟后 曹青阳耳阔微动 朝着左后方挥出巴掌 门横胜离 恒远现出身形亮枪后退 他再次引入迷雾 接着出现在曹青阳身后 但被遭有察觉的紫衣盟主 一个凶猛后靠 直挺挺的撞飞出去 再也没能起来 曹青阳继续前行 穿透迷雾 来到一座庭院 这里阴风阵阵 鬼哭神嚎 一道道不够真实的幻影 在空中游夜 发出尖细的笑声 你不是三品 万鬼哭号中 李妙真扶空而立 默默俯视着曹青阳 他的身躯看起来宛如实质 但这并不是真实肉身 而是他的阴神 道门最擅长的是 元神领域的法术 即使同样擅长 该领域的巫师 也要插道门一筹 武夫以破坏力著称 以体术著称 元神方面虽然没有短板 但是也并不突出 这座万鬼大阵 是专门克制四品武夫的 曹青阳坦然说道 我现在确实是三品 只不过元神距离三品还差点 老祖宗赐予的精绪 让他短期内体验到了三品武夫的可怕和强大 但元神依旧停留在原本的境界 李妙珍取出一面虚幻的镜子 当空一照 镜中呈现出曹青阳的身影 他伸手探入镜中 将那道人影射出 弹直打入一个稻草人体内 一刀刀亡灵扑向稻草人 压住他的四肢和脑袋 李妙珍探手一抓 于虚空中抓出一道虚幻的锥子 正要刺入稻草人眉心 曹青阳气急一阵 只见稻草人猛的炸散 将那一道道压在身上的亡灵 一同炸成鸡粉 李妙珍昂着头 骤然爆发出奸笑声 镇中密密麻麻的阴魂 同样昂起头 发出凄厉尖叫 无形无质的音波 像是钢钉刺入曹青阳大脑 搅动他的元神 摧残他的神志 与此同时 曹青阳身上的衣服纷纷叛变 腰带试图勒死他 衣服试图捆绑他 左右两个袖子打结 变相的捆绑双手 趁着对方恍惚之际 李妙珍俯冲而下 让自己化作利剑 射向曹青阳的眉心 他的身后是千军万马 亡灵们簇拥着他 追随着他 曹青阳及时惊醒 咬破舌尖 吐出一口血雾 吃吃吃的 汪陵触及血雾 尖叫着消散 李妙珍在空中痛苦的翻滚 发出凄厉的叫声 他的阴神暗淡了几分 但是我的气血是三瓶 我的舌尖血是治刚治阳的 你没有成就阳神 便受不得我的血液 阳鬼不易 这些亡魂是你自己收起来 还是我来替你超度 李妙珍尽力了 他的阴神返回肉身 而后摘下腰间香囊 打开绳截 将王魂收了回去 一口气连破五官 月氏山庄辛苦布局 在曹青阳面前却宛如儿戏 脆枯拉朽 碾压式的公婆 曹盟主盖世无双 乃世间一等一的豪杰 难以置信啊 原以为会是一场苦战 没想到竟这般轻松 曹盟主 不知我等能不能分一杯羹 我等愿为武林盟效力 浩浩荡荡的人马 顺着曹青阳开辟的道路 长驱直入 众人脸上盈满笑容 尾时是没想到 曹青阳如此强悍 把一场龙争虎斗 硬生生变成了过家家 高品术是辛苦布置的阵法 天人两宗杰出弟子亲自坐镇 这些都不足以对曹青阳造成阻碍 势如破竹 倘若曹盟主没有迈入三品 这或许是一番苦战 但如今夺去九色莲花 根本没有任何阻碍 可谓手到擒来 原来盟主是成竹在兄 难怪的从不在乎我们的态度 对杨崔雪和父亲们的退出毫不关心 前进门的门主感慨道 那么他召集我们的目的 蓝星绘制的萧月奴 喃喃了一句 继而沉默 答案显而易见 曹青阳召集各大帮派的目的 不是为了对付岳氏山庄 他们真正的敌人是地宗 以及朝廷人马 甚至群聚而来的江湖散人 也是要防备的敌人之一 如果只是岳氏山庄的话 曹盟主一人便可碾压 天敌会弟子们憋屈地咬着牙 聚集在一起 被群雄逼得连连后退 他们已经没有守护阵地的必要 因为原本在众人的料想中 这该是一场苦战 是一场绝力持久的战斗 绝望的情绪涌上每一位弟子心头 有人在弟子群里看见了邱柴依 顿时双眼放光 邱柴依的滋容即使在美女如云的万花楼 也是翘楚 江湖散修中 从不缺滚刀肉和老色皮 当即就有几个汉子呼朋唤友 朝邱柴依等人围拢过来 帝宗的妖道见状 阴侧侧地笑道 这就对了嘛 就算得不到莲子 能够抢回一个美娇娘 也不枉此行 你们若不出手 那我们可就杰族先登了 帝宗倒是在怂恿江湖匹夫们动手 杀光这些不肯投身魔道的帝宗叛徒 天帝会弟子一退再退 退向山庄最深处 退向养着九色莲花的寒池 等退到寒池边 还能往哪里退呢 届时只能疏死一搏 天帝会弟子们露出决然之色 这边的战斗没有开启 因为这个时候 所有人都听见了寒池方向 传来冷笑声 曹盟主 不如你且等等 我先杀了这般萧小 再来与你决战 那些觊觎秋柴衣美色的江湖人士 立刻噤声 收敛了念头 他们还是很怕许银罗的 秋柴衣如释正负 只觉得那个声音仿佛有着特殊的魔力 让人充满了安全感 双方一边对峙 一边移动 很快来到寒池边 首先看见的是池中摇曳霞光的九色莲花 池边盘坐一老道 通往寒池的必经之路上 站着一位黑色尽装的年轻人 扎着高马尾 单手按住刀柄 正与曹青阳对峙 气势上竟不输半分 这一关似乎没有阵法 许银罗打算怎么守 曹青阳笑容温和 透着志在必得的自信 傻时间 一道道目光 数百名观众 齐刷刷的看着许钦安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